大家好,我是SSY读书少 我虽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场凤凰杯的比赛 对阵双方是OPSTAR,UD 还有这边的哈根达斯暗夜 地图出生在TM,一个圆点位置 这边哈根达斯精灵探路比较早 不是探路,只是直接摆下了一个BR在这个533点位 这边哈根达斯大 是一个快DK的一个开局 科技资助流,有可能是 这边哈根达斯大也是取了一个 比较自嘲的名字,爆牙针 这是凤凰杯第27周的一个比赛 然后最近也是应该是28周都应该是打完了 然后也是把前面的视频给补一下 这边没有摆下坟场 这边哈根达斯大应该是一个狗流 哈根达斯大也是有个ID叫维莎王 也是对自己的维莎比较有信心 然后也是希望各位关注魔兽争霸山视频的朋友 可以去3w.读书扫点看 关注里面的一些更多赛事视频 这边哈根达斯大的狗也是探了一下零点位置 然后没有发现,刚才和这个小精灵在这个地方相遇 应该也是可以判断出这边 嗯,哈根达斯的暗眼精灵应该是在他的对点一个位置 这边比较开始练起来 然后这个小狗在这边骚扰 然后这边哈根达斯也是练的比较伤 这边小狗可以去注意一下这边的小AC 这边DK也是出门 卖了TP,买了一组骷髅棒粉 然后家里还是没有补下粉场 应该是待会会拉一波狗过来进行一个骚扰 这边小狗依然扒着这边的小精灵 让这边精灵面积很是不爽 这边想来补刀 然后小狗被打残 DH拿到一个爪子 然后这个怪应该 DK不抢吗 DK为什么没抢这个怪呢 这个DK已经是生了一个光环 然后也是刚才也是没看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这么抢 然后这边DH也是不含糊 抽了一下 两个骷髅追着这边的AC点 一个骷髅被点掉 经验被这边的奥魔力手拿到 另外一个3 哎呀这个5级怪也是被这边恶魔猎手 应该是拿到了 应该是3级怪刚才那个是 恶魔猎手 恶魔猎手收到533所有的怪 也是刚好升到了2级 DK现在临经验 拉出了几只小狗 拉出5只小狗 准备也练一下门口的这个533 然后这边DH应该是买个鞋子买个单船 然后准备去烧到一下这边 OBS的小精灵 然后家中冰塔也是现在正在生 烧一下这边的四身啊 不好意思 这边DK练完这边的533 然后我们刚才是没有赚到什么便宜 给这边的DK 然后小狗扒了一下这边的DH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科技动向 这边哈根达斯二本升了三分之一 这边OBS的二本升了快一半了 这边OBS明显要快那么一点点 这一点点不注意说明什么 这边哈根达斯没有买单船 这会不会为后面买下什么伏笔呢 比如这个DH还是比较对这些走位啊 比如说抓点这些还是比较依赖的 这边扛着这边5个怪也是比较吃力 这边黄皮绿皮都买出来 补助一下链接 石头人拿掉 宝贝是一个大血一双红丝袜还可以 DK也是到达了两级 刚才应该是收了门口的这样一个小点 然后应该见面一发 直接干死了这边的DH 也是牛逼 这边四身卡位 然后这边的一个黄皮应该也被一发碎收掉 这一波应该是这边DH如果死掉的话 这一波应该要骚扰一下了 这个四身拉过来的话 刚才也是非常的经典啊 不知道是过来想二本贴押的话 应该也太早了一些 这边二本已经好了 霍普萨斯直接带了一波狗 然后是四个骷髅 然后进来的家中 现在家里有精灵吗 可以过来进行报一下 这边四个骷髅也是非常嚣张 一个精灵出来准备自报 然后两个骷髅已经拉开 让他不能报到四个骷髅 应该也是只报到两个骷髅 这两个骷髅依然坚挺 这样一个绿皮应该是也会被发掉 绿皮喝了水 然后DH也是买活 DH买活 然后看到家中如果再不买活 应该是比较危险的 这边小狗可以往回拉一下 这边精灵再一爆 爆掉了骷髅 现在小狗疯狂的发着这边的AC 然后骷髅砍着DH 现在这边再采一个 准备补一点精灵吧 然后日本现在也需要 这边的一个Hopestar 也是买出了一个蜡夹 这肯定是一个日本乱系的套路了 家中有没有拉出一点其他的单位 家中补下了屠宰场 然后再产蜘蛛 小狗应该是可以停了 然后这边的哈根达斯 也是在家中买出了这边的蜡夹 应该要把这个尸身点掉 要不然这个尸身要过来 进行一个Rash 了 家中现在是又一个库了 爆掉两个库了 小精灵爆两个库了 然后围住了这边的一个DH 这边那家敢不敢顶 不敢顶 然后那家先死 还是这边的一个DH先死 那家死掉 这边DH应该是吃掉了大雪 然后一只小狗死掉 这一波应该是 Hopstar现在是太恋战了 然后导致现在这一波死掉了几只小狗 然后这两个骷髅持续的砍在这边的一个蜡夹 蜡夹也是非常脆 两个蜡夹就砍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这边 哈根拉斯的BR也是爬到了这边的一个商店连 然后准备辅助一下练一下集 家中的所有单位应该都可以回家了 这个只是作为一个侦查吧 没起来什么作用 这是小狗会不会死掉 然后DK进行一个卡位 应该是可以顺利的到达家中 家中有冰塔 你得小心一点这边的DH DH也是回家练一下这边的一个商店点 达家到两级了 刚才是练到了什么点吗 应该是杀掉了几只小狗 这边达家也是升级飞快 这个BR不能死啊 待会还要担负起很多责任啊 这边的一个DK实验室点 还得靠你扛一下 这边可以扛 有数就可以扛 BR表示有数我就可以扛 这边Hopestar也是练一下 这边的商店点 然后准备买点道具 嗯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抢一下 像无敌这些道具吧 买了一个无敌 这个达家的话 其实真的没有那样 没有力气 没有力气那么给力啊 关键是刚才那一波确实非常的凶 这边的Hopestar是准备利用达家进行一个Rush 然后直接 直接是想准备带这边 哈根达斯走 这边的三本已经快升好 嗯 这边Hopestar的三本没升 准备打一个二本 三本已经好了 现在在研究这个 飘毁灭 然后两个骷髅 三个骷髅送掉 这都是惊艳啊 对于这边的哈根达斯来说 这波骷髅是送的有点多了这局 这边现在是两个蜘蛛 然后一部车子 然后双英雄 三英雄有没有惨 三英雄力气 哎 这下这下就给力了 待会三英雄出来买个球 准备应该是来干一波 这个前面没肉盾也是不太好打的 小狗确实挺脆 小狗应该升级了狂面 这速度真的是 像开了挂一样跑去 好的飞快 这边买出了球 给这边的力气 有没有带TP 这边 不知道没有TP 然后只有一个无敌 现在也在这个蜡夹身上 蜡夹确实脆 嗯 这边第二期带着部队 是准备练这样的分矿点 这一波得回家了 这边 他也是没有没有去没有去Rush 没有去推 然后也是选择提升一下自己英雄的等级 这边力气升到两级会比较好一些 车子现在应该要持续的出一下 加中一个四身 应该 其实可以可以摆一下 可以摆下一个七身深渊 待会出出个阴影 然后探一下四眼也是非常好的 这边熊已经出来 刚才应该是吼了一下 现在不吼何时吼 待会又毁灭了这个吼就是送蓝了 然后一个肉是用上去顶着 这也是非常好爽 B2爬过来 然后途中练掉这样的一个地晶实验室 买出了这样一个伐木效率非常高的一个地晶撕裂者 这边Hopestar也是打在这边加重 商店没有拆掉 都可以留下一个隐患 这边BH应该是买球 刚才应该把商店买的话 BH应该是买不了球 BH现在还是没买球 然后这边的秒子这边的AC 然后这个DK被抽了一下 打这边的DK 然后这个肉熊也是还没趴下 又被打红 肉熊死掉 这边的毁灭 然后吃了一发C 然后也是维护了自己的一个生命值 又一个熊死掉 这边的车子继续往后拉 通过这样的一个拉扯 加中应该是没泉水了 这边 这边刚才泉水应该是消的也比较多 这边的DK是比较危险 我费归第一个无敌给他 这边蜡架危险 这边DK没蓝 DK没蓝 然后蜡架又有点危险 这边的反打一波 这边的胖子来了 大哥顶前面 熊也是吼一下 这一个吼 现在发现这边的毁灭 刚才应该是被点掉了 所以才敢吼一下 这边 火不上应该会继续训练一下 这边的一个分框点 特别继续爬 是往哪里爬 现在应该是回家中了吧 你这样爬的话 爬到哪里去 这种小点这边 好像也是完全看不上 练的分别练的分框点 其实这个分框点要比这种分框点 会大一些 因为这种分框点不是一个 就是说 可以 这不是出生点为的 不是出生点 出生点 像这种出生点的话 这种怪是比较强烈一些的 但是没有毁灭这种 加了嗜血的这种怪打起 这种也是非常的疼 车子 车子有没有继续来 现在车子没有来 没有毁灭的话 打这边的熊 应该是有点困难吧 打不动 这边几个AC就吓得你不敢出毁灭了吗 没必要吧 这打熊 你还得靠这边的毁灭啊 只有一个车子 加重车子有没有持续出 车子已经停了 没错 600多块钱 因为你存了点钱 这边是7人口 300多块钱 那这边出了 应该是破人口了 这边 这边 Hopstar是出了一个车子 又出了一个蜘蛛 准备破60人口 现在这边打起来了 DK有危险 DK有危险 一只蜘蛛死掉 然后这边的毁灭飘起来也是 这波应该是Hopstar链接被抓住了 然后这边的力气也是有危险 车子暴露在前面 这边的一个胖子被网住 DK直接死掉 然后这边 Hopstar然后一个X 把这边的 这边DH 这边力气顶出无底 这边DH也是被这边保存回家 这三英雄都会挂在这里 然后又一个X 这个力气 力气 力气也死掉 这边的三英雄全部挂掉 这把 这把Hopstar是练这个DK实验室前是被抓得很惨啊 这边蜘蛛蜘蛛集结点 蜘蛛集结点怎么都没有设置了 这边蜘蛛 还有没有动 现在是这边 这边Hopstar应该是放弃比赛了吧 我看 所有的都都没怎么动了 然后这边是准备买活吗 是防止这边的一个压制 买活能买活吗 家中还有钱吗 家中也没钱 然后这边的Hopstar也是直接打出了GG 恭喜这边的Hopstar拿下本场比赛 前期的话Hopstar也是一直处于优势 但是在练这样一个地球实验室点的时候 也是被这边的哈根达斯直接抓住 DK也是走位不胜 被这边的哈根达斯直接击杀 然后随着两个脆皮英雄 远程英雄也是相继倒下 然后直接打出了GG 恭喜这边的哈根达斯拿下本场比赛 我是SY读书少 我虽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更多赛事视频 请关注3W点 读书少点看 谢谢大家观看